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TeamPlayer 爱玩的一群人 大家好 我是Jason老师 那么今天的content 今天的课题呢 OK 我们讲了前面两期的一个风水 等等啊 还有一个八字 那我们来讲一讲 OK Jason老师 到底在运用的 到底是什么这个门派的一个风水呢 那么风水分为很多种嘛 我也讲过分为两大门派 那老师呢 不在两大门派里面 老师全部门派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风水呢 老师都有在使用 那么最常使用的一个东西 叫做易经 那么易经呢 其实它不叫做风水 那风水是归类在易经里面的 OK 那么易经呢 有三大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起挂 那起挂呢 是什么呢 就能预测什么 预测股票 包括预测一些不认知的秘密 能预测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包括性格 那么呢 八字呢 OK就能预测人的前景 未来移过去 这个就是八字 那么风水呢 就是运用来 OK改造我们人的一些磁场 让我们身边 让我们的事业 让我们的桃花 真正日上的一个东西 那就叫做风水 OK 那么今天呢 我们总结来讲 我们要说一个东西 叫做易经 那么易经呢 很多人呢 都不了解 其实易经呢 是我们所说 在古代的其中一本书 那它是什么书呢 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东西 叫做秦始皇 OK 那么秦始皇呢 在一个时间 他把他的书啊 全部都杀完了 那只剩下最后一本书 也是 那一个时候 OK 秦始皇的最后一本书 叫做易经 那么易经呢 包含了世界宇宙万物的一个秘密 在里面 好 所以说世界万物 都在易经里面 好 不管是什么 那么易经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本书 那可能也是一个很无聊的书啦 我们坦白说 它是一个很无聊的书 但是呢 古人呢 OK 就制造了这个智慧 那么后人呢 秦始皇就把它记录在了 这一本易经书里面 好 我们会运用易经 把它里面的东西都分析出来 那么 可以运用些什么呢 好 运用在预测股票 好 预测一些事业的发展 然后包括 还能做一些事业的一些顾问 OK 所以大家明白吗 那么易经呢 其实它就是一本书 记载了 古人的一个智慧 的一本书 OK 那么呢 如果你想运用易经呢 去赚钱可以吗 是可以的 好 运用易经呢 把我们跟家人的这个关系 变得更好 可以吗 是可以的 所以说 世界上的工作都在易经里面 我们可以用易经改变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达到更好的一个层次 如果呢 你对易经有兴趣的话呢 OK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下放好留言 留言你对易经的看法 留言你对易经的疑问 留言你对风水的疑问 OK 把你想要问的风水问题 放在这个留言下面 那可能呢 如果问到的一些老师觉得没有兴趣问题 我们可以抽出一个评论 来做成一期的 content 那么感谢今天大家的观看呢 我们呢 就等到下一集再见 那么记得 OK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强行看我们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和打开小铃铛哦